昨天晚上接到那个房车查家的电话 说我的车已经全部搞好了 可以叫我去提车了 哎呀我还是挺开心的 本来这几天真的要开车出去 开车车准备出去要出去外面玩了 我说不能待在家里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哎呀我立马要先去查 先去那个cssd 把车先给去提过来 啊那我觉得 房车查家的那个办事效率 跟evic查家的那个办事效率 我觉得还是特别 特别满意啊 三天就花了三天时间 这个事情就有结果了 好了我们先去 先去cssd 然后再跟大家下午 再跟大家分享里面的一些 详细的东西 好了我已经到的到达了那个 evic的苏州cssd 但是突然发现我那个下期没电池了 我带了另外一块电池也是没电的 哎呀那个这个事情有点搞大了 啊那一会儿只能用手机给大家拍了 啊我一会儿就要进去了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 好了这个就是我的车 哎呀 弄好了 这个是我们房车查家的王总亲自带队啊 过来帮我们来开了我的车 你先给打给我看一下 我这你开了多久吗开过来啊 开了我开了 我们从珍江过来嘛两个小时不到 啊两个小时不到啊 啊啊全部搞好了 坏人一新啊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吧 不会不会出现了130多公里 已经试了130多公里了是吧 昨天用高速用高速试了 然后这个在激速的时候也是 都是了是吧 都是了 那我就去跑洗澡去了 我就开车开车过去跑洗澡了 昨天昨天去试车的是 还是我们css店的这个专家 包括主机厂也派了这个专家 一起参与了去做 啊一起专家一起参与的是吧 对对对 哎呀我手机高了没电了 啊下机没电了 所以我这边手机拍一下 这是我们evic查家的 鱼总 鱼总 啊鱼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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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ss店的是吧 对 哦你好你好你好 拍一下可以吧 拍一下可以吧 行啊可以 那说实话呢 我这evic呢 其实国内做c型房车呢 现在目前来说 最优秀的底牌就是evic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它还有一个 它最优秀的一个品质 它是因为是非常展示程式 后双轮后驱 然后呢又有8AT的自动导 对因为玩房车大部分人都是因为 呃你好啊你好 那个年纪大的 他们说对自动导的下车来说 它会更有优势 啊这也是目前我觉得evic 卖了很火的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啊那个现在 可学的底牌不多啊就是要么就福特 福特呢就是因为它是也是后双轮 也有那个房车那个专用底牌 但是它的手动导 所以手动导也就是它 销了在市场上很少 也没几个产家在做福特的 所以我目前来说 还是evic可是最最主流 还有一个 对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国情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的特别是 美系房车我们就不收了 因为我说的是欧系房车 欧系房车现在大部分都是用非亚特的 它是承载式车身 但是我们国内的 因为国情跟国外不一样 因为我们国内的房车呢 都需要那个大的水下 大的里电池 所有发电机什么 全部都要加到位 它这样的话 对底牌会有一定的就是要求 最要是承载式 非承载式车身 因为它有大梁 然后中国的路况又 跟欧洲的路况又不一样 中国地域更辽阔 所以各种路况都有 所以我觉得EVIC肯定是我们国内 做C型房车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选择 我个人认为 然后呢 现在可选择的就是EVIC 那未来的不知道 下半年有可能还有大通V9轮回出来 那下半年再说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一直对EVIC开好的一个 最最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优秀的品质 它的有非承载式车身 有大梁 然后有8AT的自动导 所以我很多车友选择 EVIC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但是也有呢 就像出现一些小问题 但是我在视频上 那些视频上也说了 出小问题 出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高效的 处理的一个办法和一种态度 那对我们消费者去写着 就是因为出了问题 人都会生病 那个本事包包都还出问题了 对不对 那出了问题就是 我们要积极的解决 那种态度和方法 那把事情解决了 那我就继续上路 然后我这次洗澡跑下来 没问题了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 对不对 那我这次就是 我这次一个月出去 就去跑最差的路 最高的海拔 然后跑下来没问题 那我觉得EVIC 我们这个车肯定是没问题 对不对 我的数据很简单 你把我车弄好了 这是什么问题 到时候我跟 因为我这次来 我也不是很清楚 到时候我跟那个房车查家 王总在续续的聊 我们今天的 不是来调论这个什么问题了 我也我也不想听到 我只要听到 你们给我保证 这个时候 好哥你的车弄好了 弄好了 不会出问题了 好那我就开着房车 我就出去 完了 然后开下来 确实没问题了 那就问题就解决了 等下次有时间 我们再留下 就说做下来 这个出问题 出在哪里 然后以后我们这种 就是说 避免掉 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消费者买这个 EVIC车 还是可以大胆放心的买 这就是 我要带给 消费者的一个呼声 你们可以大胆放心买 你看好哥都 洗澡都跑过来 没问题 那你们就可以买了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 能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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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来的时候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下机那个 电池带来一块没电的 所以只能手机拍一下 因为很多车友 还等着我这个视频 这个是我们网总 这个是我们网组产家网总 这个是我们EVIC车的鱼总 这个是四年四年 对吧 网总 都到了 领导都到了 特别感谢 以后有问题都可以找这三位 对 这样的话我们也放心 到时候我加您微信 好不好 以后 有碰到一些车友 就说EVIC真的是有跟产家 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 那我还是向您汇报 提供一些资讯吧 对 然后我呢 帮你中间去做协调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因为很多消费者 他是没有途径 有的时候 他会推 车辆也不是很清楚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个途径 有个桥梁了以后 这个EVIC这个品牌 也可以更深入人心一点 然后问题尽量 就是说处理在萌芽阶段 不要事情弄太大了 你再去处理 那很多东西就不好处理 对不对 这是我的一个心声 也是希望我 也是EVIC查家 包括房车查家 都乐意看到的 就是每个查家 或者底牌查家 房车查家 都不想看到消费者 出现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这出了问题 我们要的就是一种 积极的解决的一个态度 好不好 我们以后房车 还是要选择 有一定的品牌 或有一定的 有技术的那种 买这种车 对 你不要乱七八糟的底牌 我说实话 我也不推荐 乱七八糟的底牌买过来 这个车就有小报名多 一定要买大众的品牌 也就是说 大部分查家都在用的底牌 我觉得这种底牌 就更成熟 售后维护 也更有保障 曝神浩 现在目前 我们EVIC在 全国的这个收量 就是房子里面 全国的收量 我们还在第一 那肯定 现在没有挑战的第二个人 因为他这个优势 摆在那里 后车呢 房车专用底牌 自动导 非诚战士车身 没有任何一家 独此一家 对吧 独此一家 所以EVIC 未来还是会是 房车的一个主流 但是 我们 作为消费者 我们也希望 就更多的底牌 能出来 有更多的选择 价格也更便宜一点 我们会有一个左右 对啊 肯定啊 那价格呢 可以收到便宜一点 可以 当然大家来使用 对对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个 余总还有什么 要跟我们消费者说的吗 选择EVIC 是明智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 用EVIC 放心 安心 对 舒心 然后呢 南京EVIC 会 和广大的这个车友 提供更好的服务 因为我们的 我们南京EVIC 全国 唯一的 在工商注册的 就是有服务品牌 我们服务品牌叫 温馨300 提供给客户 就是快捷 满意很久了 那就行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 王总有没有要跟我们说的 首先这个 通过豪哥这个 发生故障这个事件 嗯 处理这个几天 我感受到了 刚才一上讲的 这个微信310的这个服务 确实是EVIC 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 然后第一呢 就是反映的这个即时性 这样就是 诊断问题的这个精准性 包括一些这个 最终形成的这个结果 嗯 好过你也知道 就是说 两个三天时间 对对对对 就三天去解决 然后到这个 入市 现在基本上已经 已经完事了 嗯 对这个服务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嗯 然后呢 就是作为我 房车厂家呢 其实也是 呃 这边是车友 那边是主机厂 然后我们房车厂家 共同介入 就是有这个 任何这个责任 帮车友去把这个 车的所有的问题 去协调和解决 嗯 是房车工厂的问题呢 房车工厂到 更应该去 自己去解决 嗯 那么如果牵涉到 集团问题 那么房车工厂 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去协调 嗯 帮着车友 嗯 去跟 呃 4sd 包括总机厂 去联络 去解决 这些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车友买了车以后 就不用担心 嗯 社会服务 嗯 嗯 社会服务 很简单 接着工厂 嗯 工厂 会负责全面的 一个协调工作 嗯 最终 不要让车友 去丢全市 嗯 只有我们工厂 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车友 开车 有问题 也就正常 通过正常的渠道 去报信 正常的渠道 去解决问题 结果 好 谢谢 谢谢 华总4sd 有没有话说的 我是刚才 于众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 服务一个品牌 温星360 嗯 就是我 为了这个 温星360 我们的服务 什么 把服务做到 对 好 我提计 那个华总 再补充一句 我们以后车友 保养 还是要去正规的 那个 4sd 保养 不要去路边的 小店 这样的话 售后没保证 万一除了故障 损害的 还是我们自己的车友 对不对 专业技术 对对对 专业的人 交给专业的人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内容 因为今天 老司机犯了一个 低级错误 带了一块 没电的电池 希望大家 开视频的时候 稍微要 体谅一下 好了 谢谢 现在一个一个握手一下 一个一个握手一下 一个一个握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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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开车房车已经到家了啊 今天老司机犯了一个低级的 非常非常低级的一个错误 走的时候拿了一块没有电的电池 也就是说 在跟EVIC查家 房车查家沟通的时候 没有办法拍 所以我用手机录了一段 前面那个收音效果 肯定会不是很好 好了 现在回到家了 我聊聊这个车的感受吧 跟新的一样了 机梦哨都弄好了 岛位啊 变速下转速啊 水温啊 都正常 具体的原因 我还没问他们 因为我现在有点急迫的 想开着房子出去玩 关于这个车的最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时候我有空的时候 我去查家跟那个老板 好好的沟通一下 好房车查家的 现在他已经把我搞好了 他也跟我说了 他说豪哥放心 绝对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过来的都是拽家 拽家帮我过来的 好 接下来查家说 没有问题了 那OK 我打算这俩贴 全部弄好 只要我准备开着这块车 走318去洗澡 我要是洗澡一圈跑下来 那没有问题 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这是我更值得乖的一些感受 至于这个车的水温的 热七八糟的东西 等下次豪哥有空了 再好好地跟大家分享 大致的情况 今天提车来提回来 还是感觉很开心 怎么说呢 就EVX查家 也服务我 也让我特别满意 然后房车查家也特别给力 总的来说 这个事情圆满的结束 我还是挺开心的 好了 我要收拾一下 然后明天我要上次做烧牌的时候 不小心把贴在车上的捏解标找不到了 所以要去补一扎捏解标 然后补好了以后 明天有空 我跟我一个车友联系一下 把我颜色也去变更一下 要是他明天没空的话 那我就 下次再回来变更 先把我年纪标弄好 好了 豪哥的这个世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至于这块车的 未来的表现 就看豪哥这是去洗澡的 看他的表现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豪哥的视频 点赞 搜索 转发 拜拜